不要有这些任何跟危险有关的猎奇心态 当你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呢 就可能会被围随着那几个大汉 或者他们固火 就意用而上而控制住 再给你索要钱财 其实这也是他们非常有效的一种 勿索及抢劫的方式吧 那么这些物品的时候呢 千万不可以捡它 而且更不要去打那些电话 如果来到当地的话 遇到这样的行为 就真的要一再避免安全之上 关于期间去迪拜 有个吃东西吗 七点以后才开始营业 当地理游的时候 千万不要在公共场合 方面尤其是公开 就触犯了他们的戒律 所有的场合都不可以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超级阶导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疫情以后呢 很多人都想出去旅游 那么除了上一期节目呢 我介绍了巴黎 法国周边的一些旅行地点啊 注意事项啊 那么另外一国有征集大家的意见 除了欧洲这些旅游的地方 还有哪些地方是大家最为感兴趣的 那么很多的网友啊 还有粉丝投稿给我说 他们很喜欢去迪拜 而且有些人最近也正想去迪拜那边旅游啦 工作啦或者是去留学这样子 那么所以希望让我在这方面能做多一些的介绍 那么我前段时间呢就有去过迪拜了 今天就收集了很多 所以包括我自己的一些在当地旅游的亲身经历啦 心得 希望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旅行前的参考 那我们今天就从迪拜开始咯 还跟网上一样 我也方便大家观看 我这里是个导览哦 这里将内容分成五个部分 第一就是讲 入境迪拜现在2020年所需要的满足的条件呢 它的入境措施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包含了PCR检测一些注意事项 保险和机票的购买 是不是需要隔离测试的问题 这里都给大家带来解答 第二呢就是选择去迪拜旅游的最佳时间段 那边当地天气是什么样子的 第三就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当地的文化风俗啦 旅游竞技 第四个就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当地的物价消费指数是怎么样的 会不会像我们展现中的一样 又高大上消费又十分高呢 最后一个呢就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边的文化风俗不可不必提到的就是摘月 他们那边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嘛 每一年都有他们非常重视的宗教活动就是摘月了 那么我们的外地人去那边旅游的话 也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在他们进行宗教信仰的这一个月份的时间里面呢 我们就尽量避免不要触碰他们的底线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开始去吧 那么一说起迪拜呢 大家脑海里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土耳朵 它是全部都是黄金的物件 这个地方呢也当然吸引着无数游客的向往啊 我去迪拜旅游的时候都听他们说 在那边提讨都可以致富哦 那我们的地板之所以现在这么热门呢 主要就是摩天大楼啦 全世界第一高啦 还有就是它的翻船酒店也非常的出名 我们在旭非常漂亮的国家之前呢 老样子现在疫情的特殊时间段 出发之后 一定要多多注意 收纳一些有效的出现 我的这个频道 对 那我们现在就从入境政策这方面开始讲起吧 那么这里就有网友问过我说 2022年入境迪拜都需要哪些手续 需不需要隔离 PCR检测 需要什么样的流程 入境阿联酋的第一个必备标准 就是你的机票行程单 还有订阅的酒店的信息啦 这些都在海关进行出事的 那么如果要是中国内地的朋友呢 一定要记得你们的签证 陆地签的话就是30天 电子签的话就是90天 这个呢也是要给他们出事的 机票一定要订上回程单 那么因为海关他们通常都会检查 你在几日之前的去程跟回程 分别是什么时间 他们要进行核对 这一点大家也要注意 非常重要不可忽视的呢 就是要在入境之前提前购买好你的保险 那么这段保险上面呢 一定要有列明是涵盖COVID-19的医疗保险呢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没有投保 忘记投保朋友的话该怎么办呢 一般这种情况下 在check in的时候呢 他们会给你填份声明 就是说如果要是在患到感染的这整个期间呢 自己将会承担所有的医疗费用 还有隔离的费用 还是建议大家一定为保险起见了 做一个提前的预备比较好一些 那第四个必不可少的字 当然就是阴性检测报告啦 这个当时跟法国也是一样的 他们都要你出事72小时的PCR test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大家要注意旅客居民公民呢 还有这个过境旅客在抵达迪拜的时候 必须要出事这也可以 但是他们电子版也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呢 一定要注意的是 你的检测证明结果报告 一定是中英文 而且是有英文风力咯 一定要这一点 因为有些人的检测报告 可能是中文 或者是半英半中 这样子的话 他们那边的入境也是不接受的 这一方面 尤其现在在疫情下检测 他们的标准特别严格 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 那前往迪拜的旅客呢 一定要注意 你们在准备抵达机场之前呢 要提前打印好两份表格 第一个就是健康申报表 第二个呢 隔离承诺表 这个其实在机场的柜台 在TRAIN的时候呢 服务员 工作人员他们都会拿给你 证明包括你需要承担 所有的感染期间的这些 患病的治疗费用啊 隔离费用 以及去保本人在出发之前 没有任何的COVID-19 有异状的这个情况 那也有网友问我呢 他们是计划一家人一起去旅行的 那么比如说会有儿童 那么儿童需要出示PCR test 阴性检测证明吗 迪拜那边政府的声音就是说 如果是儿童12岁以下的话呢 其实是不需要提供PCR test的阴性证明的 如果是中度或者是严重残疾的这个乘客 同样也是不需要提供PCR检测证明 那么表格的内容都把它放在旁边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这样的话自己在网上下载的时候呢 也就方便很多 知道自己要填哪一个表啦 另外呢朋友们都有问过 去当地除了出示PCR检测 需不需要提供针指呢 那么一定要要求现在三针打齐 才可以去迪拜旅行吗 那么这个呢 其实迪拜政府就要看你的PCR检测 另外如果要是有针卡的话 其实也不妨提前打印 万事俱备万事座群 没有什么不好的嘛 对吧 我们成功迪达机场 通过海关呢就入境迪拜了 也开始我们迪拜开心快乐的旅游 我一定要讲一下就是 大家最注意的当地的生活 民俗风情 需要的必备物品啊 注意事项等等 那么第一个 必备的物品 有以下几点 大家请注意咯 那么大家来迪拜必不可少的 就是你的防晒霜 帽子 码纱金 反正是你能遮的东西 你全部都要带上 对 就像我这样啊 全面包裹 好 大物理尺 这样子的话 保证你去迪拜玩玩一圈回来 你的脸都不会被吓低的啊 迪拜呢 是属于非常典型的沙漠性气候的城市 凡是你可以能抢到 遮到的东西 你把它全部都带上 就是在室内的话呢 肯定不用担心热了 因为迪拜无论是你乘来交通工具了 还是逛街了 还是室内游玩了 各个地方 它们的冷气都开得非常足 大家逛街的时候呢 就带一个披着 那第三个呢 就是去参观清真寺 是我们去迪拜 必可想活动 最好就是自己带一个头巾啊 什么的 画一个比较能长到细的一些袍子 那第三个 一定要带上颜色 鲜艳长裙 那么因为我们去迪拜的话 肯定要去周边那些沙漠打卡拍照玩 那么在沙漠里面图件 鲜艳颜色长裙就必不可少了 非常出片 其他方面呢 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 最好带上滋润型的润发露洗发露 迪拜是属于 所有的那些自来水都是海水过滤的 那么如果要是在旅游期间 或者是日常生活长期使用的话 可能会有导致脱发的嫌疑 自己提前准备好 另外呢就是拍杆呢 转换器 那么当地酒店里面所有的转换器都是用 220V英式三孔插头的 大家可以在旅行之前将我刚刚所说的这些都准备好 货币类 阿联酋境内的大部分都通行迪拉姆 大家要注意就是如果你去的是大型的商场 嗯 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使用Visa卡 营养卡的 但是如果你去一些小店铺 买一些 S souvenir 纪念品的话 那么这个一定最好就是用当地的迪拉姆的 流通货币了 因为他们很多的小型的商家是没有这些终端器 像你现在已经收卡了 是有些但是嗯 不是说太多 那么这一方面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是去黄金市场啊 购买他们的黄金啊 或者是去商场啊 餐厅给小费啊 那么这里以上你给迪拉姆 或者是美金甚至是人民币都没有太大问题 这些大型商家都是受认可的 那么第三个来到迪拜一定要注意 融入和嗯 避免胖胀他们当地的文化风俗 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禁忌旅游事项 来到迪拜呢 大家随处可见的就是穿黑袍的女性 以及穿白袍的男性 我们看到一些穿着打扮 跟我们大乡敬庭的人呢 然后都想把他拿回去拍下来 做流涅或者是发到网上 但是这一点大家记住 在迪拜是完全不可以的 你要给穿白袍的男性拍照呢 必须要先经过他们的同意 而如果是女性的话可不可以呢 那就更不可以拍 因为他们连出门都要被裹得严严实实 他们当地的这个文件思想是非常的根深蒂固的 如果你是不小心 比如说你的拍摄的风景中会被他们发现了 你的相机镜头是有对人和他们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迎接你的可能就不是一些友好的招呼 可能是分分钟进了当地的警察局了 真的就是这么夸张 我们也可以说迪拜呢 他们其实当地人没有说 我们去欧洲旅行的那些国家 如此的开放 或者是人民那么有好 但他们其实内心深处还是非常保守的 那么在这一方面呢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遇到很多的黑暗产业链 这个大家去旅行之前也多多加以小心为妙 比如你去迪拜当地旅行的时候呢 可能看到街头啊或者是车窗前面 有些塞小卡片这样子 上面呢印刷各种各样的 或者是私下一些交易 如果当你这么巧看到这些小卡片 或者地上有这些物品的时候呢 千万不可以捡它 而且更不要去打那些电话 因为有些人确实是来到一个新鲜的地方 遇到新鲜的事物 会有一些猎奇的心态 但是如果是遇到这些东西的话呢 能避免就避免 不要以好奇心去打开他们背后的东西 如果这样子的话 自己可能真的会有祸上身 而且呢 确实就是他们这些小卡片的 背后的一些运作都很不简单 因为他们是一种以黑色的产业服务运作的方式 像有些人他们分享经验 他们跟对方见面啊 可能都会出现一些仙人跳的行为 当你还没有被反应过来的时候呢 就可能会被围随着那几个大汉 或者他们同伙 就易拥而上 然后给控制住 再给你索要钱财 其实这也是他们非常 您讲的 当地有效的一种 厄所及抢劫的方式吧 那么如果来到当地的话 遇到这样的行为 真的要一再避免在地面 就是不要有这些任何跟危险有关的猎奇心态 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 安全至上 不要在宗教的场合呢衣着暴露 比如说你在那些清真寺啊 或者是有一些穆斯林宗教的一些地方呢 举行不试的地方穿着吊带啊 或者是超短裤啊 触碰他们的一些禁忌 所以这一方面大家也是要多多注意的 那么如果大家在日常出行方面 女性在打地式的时候 白天也是晚上也是不要做前排 最好都是做在后排到保险一点 尤其是背包客的话呢 这一方面无论是男女那更要注意的 大家都是以保护自己 尤其是在不愁的地方 一定要安全至上还是这句话 在购物方面的话呢 有几个是我非常推荐的 第一个如果大家是在大型商场 就是我们知道非常著名的Defi Mall 里面的东西呢也是非常的齐全 如果是非节假日的期间 是没有什么折扣的 那如果要是再去机场的话呢 机场免税店就它的价格 就会比在Defi Mall友好很多 那么在这里呢 如果大家去机场的免税店呢 就多去购买一些化妆品啦 或者是零食啦 礼物啦都还好 那么建议以美金结算 它的这个优惠折扣比就会更多哦 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节省一些手续费 那么我们在Defi里面说一下 必买的东西吧 阿拉伯的香精 椰枣 骆驼奶粉 特色的一些小物 比如说阿拉丁传统浓郁色彩的一些灯饰啦 冰箱贴啦 一些丝巾这样子的东西都是比较精美的 做工也很优良 大家都可以买回来自己用 或者是送给亲友都很好 那么如果要是我们去一些 私人的小店购买物品的时候 其实都是可以跟他们奖价的 在那边也是奖价是绝对被允许的哦 而且他们奖价的这个幅度呢 也似乎你的这个个人的口才 跟考验的技巧啦 那至于在食物方面呢 他们这边还是比较喜爱大味的食物的 那我个人认为这边的印巴菜还是非常好吃的 尤其是这边的烤肉真的是百分之外 Yummy rice 他们里面的那些份量包括肉啊都非常的大份 果汁也是先榨的百分之百的 非常好吃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到时候去那边试一下 因为他们对食物的把控啊 食品安全的检测法都是非常严格的 那么大家来这里不用担心说食物不干净啊 他们十分注重食品安全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来这里就不用担心 那么我们提到文化风俗的另外一个呢 就是莫德顾说到摘月 摘月是伊斯兰教的一年最盛大 也是十分主要的节日 那么迪拜呢也是他们当地的这些教徒啊 包括所有的人都会很遵守这个月 他们的行为操守 还有就是各样的一些活动 那么如果你是在摘月期间呢 来到迪拜旅游 很多的宗教礼仪方面的信仰 还有行为是需要我们去遵守的 那什么是摘月呢 摘月是伊斯兰里的主要节日 摘月期间 人们会反省自我 闻心向神 那么对于奉信者而言呢 摘月期间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做祷告 并陪伴在自己爱的人身边 因为迪拜呢所信奉的伊斯兰教认为 摘月可以进化人的心灵 使人情操高尚 助人去体验一下 穷人忍激哀乐滋味 它是清洁身体和灵魂排出杂志的一种方式 而且能让人们重新重视敬拜 还有赎罪表达感恩 那么摘月呢 每一年的具体日期 其实它都会有变动 由西月开始至西月结束 通常会持续了30天 这一年2022年呢 就是4月就是他们的摘月 那显然现在已经过了嘛 那么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去旅行 那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提前了解 是非常好的 那么如果我们是在摘月期间呢 在迪拜的地方旅行的话 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是跟情侣一起来的话 不要在公众场合举止 过于亲密 会有接吻啊 或者是异性拥抱的活动 第二呢 不要在公众场合进行饮食 喝饮料的一些行为 还有就是在摘月期间 其实大部分的餐厅 饮品店是都不会开门的 能说是去一些日常的超市啊 什么提前备好物件 就比较好一些 或者再进酒店里面 然后享用咯 他们当地的餐厅 开业以及关门的时间 商场开业关门的时间 在迪拜多半的购物商场 是从下午4点开始营业至深夜 因为白天大部分的时间是非常炎热的 气温还可以高达40多度以上 所以说白天的话 其实户外很少会有人出门 一般都是接近太阳开始下山 气温转变30多度 20多度的时候 才会有人陆续出来游玩 都知道摘月呢 是给穆斯林用来修身养性的 期间的话 所有的一些游乐场所 是全部都不会开放的 那么这也会影响到 商场的开门时间 以及参拜的一些寺院的时间 都会往后调整 那么在出行之前的时候 在网站上多多看一下 他们的现实的更新资讯 在一个期间去迪拜有的吃东西吗 7点以后才开始营业 然后一些商店也是 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商铺 跟酒店呢 也会照顾一些飞沐司令的客人 也就是说下午的 迪拜当地旅游的游客啦 那么他们呢 会延长他们的营业时间 比如说中午也会开 也不一定全部的商场跟商店 都是晚上才开门的 另外就是说 有些餐厅也会在白天呢 就给飞沐司令客人 提供一些打包服务 大家也记得了外带服务 大家都拿一些不透明的袋衣装好 这样的话 你出去救食或者什么的话 也不会说被当地人看到 触犯了他们的宗教的经济 一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呢 就是在当地旅游的时候 千万不要在公共场合喝酒 因为喝酒呢 在我们去其他地方 包括中国也好啦 欧洲也好啦 喝酒是十分常见的 消遣的一个行为模式而已 但是在迪拜呢 他们当地人对喝酒这方面 尤其是公开喝酒是非常的有 抵触的这个行为的 因为是触犯了他们的戒律 除了是在酒店 及公寓的范围内 以外的所有的场合 都不可以喝酒 那么另外一个禁忌呢 就是关于妇女的妇女禁忌 如果要是在当地看到女性呢 或者是认识的一些男性啊 你直接问你对方的妇人呢 是十分不礼貌的一个行为 就简单几句就可以真的不能跟他们聊太多 尤其是当你的身份是男性 去跟当地的女性聊天的话 是不被允许的 而且他们也不会跟你做出聊天这样的行为 还有就是说不能随随便便的黑袍的女性拍照 所以说他们对当地女性的方面的一个保护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些来迪拜旅游的日常生活竞技了 那我们去那边游玩也好 体验当地生活也好 最主要就是入乡随俗 入乡随俗也是对当地文化的一种融合 以及尊重吧 所以你去迪拜玩的时候呢 开心之上 娱乐之上也要多多注意以上方面的文化的竞技了 这样提前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就可以玩得开心 我们这期的影片呢就到这里先结束了 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都可以下面的留言 一起大家动作我们的小手点个赞 然后没有关注的朋友 点击关注 那么敬请期待我下一期的影片吧 那还有什么是大家对 迪拜以及会其他国家非常感兴趣的 也欢迎多多跟我交流 我也是希望教我自己的经验 还有一些理由小技术跟大家继续分享 谢谢大家的喜欢 那我们下期见咯 我是超级热蛋挞 拜拜